我駕駛的一輛是 Benz 的 Arthros 而且它並不是普通版 還要是 Edition 1 版本 全球只有 400 部 這輛就是其中之一部 是不是很有型呢? 除了有型之外還有甚麼特別之處 我們繼續看下去 外形英俊 都是因為車身套件及用色都與普通版不同 用眼看就最實際了 我喜歡他們的軟體 他們都會針對白衝 這次是新鮮的部分 他們的衝,雞的部分 我們會針對白衝 同時會針對白衝 在黑衝,一旦的部分 他們會針對白衝 對白衝, 全都會針對白衝 黄衝, 出色的部分 在黑衝, 出色的部分 都會針對白衝 三兩下手勢便可以上來 其實不是太辛苦 駕駛這類車的司機們都很容易上來 上來這輛車窗 這輛車窗比車外更漂亮 原因是它的設計是帶點科幻 大家可以看到在軚盤前方有兩個屏幕 前方屏幕當然是控制及看到速度 左手邊這個最自然是中控屏幕 功能是有很多樣化的 例如你不單可調校到冷氣 還有車內輛輔助系統 顯示出來的畫面有甚麼看 甚至乎汽車或車輛內的其他功能都可以顯示 前方這個放在看上去好像塑膠兜的物體 其實是它一個無線充電的平台 整體來說,你一坐下來已經感受到舒適和豪華的感覺 上方了,上方還有很多東西看 首先,貨櫃車真的很少有 它有一個天窗 兼及它有氣氛燈 Benz 的車,但我們試的房車或其他車都有氣氛燈 誰知道原來現在連這些貨櫃車都有氣氛燈 另外,上方還有三個儲物的空間 所以儲物的儲物上來說,它真的沒得輸 有多大的儲物空間,你真的擺放甚麼都可以 好了,繼續下輪 下輪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輛車是配置了鏡頭的側鏡 看到這塊長方形的螢幕就是了 左右兩邊都有 廠方說它在晚上的視野都不錯 即使是黑暗的環境下,它的感光度都是不錯的 在晚上的環境都可以看到 而且整個角度都是為你到後泊位使用的 另外一個重點是可以令到車的風鎖再減低 減少之餘亦可以更加節省油 但是香港這一刻依然都在等運輸處批 這輛車的精髓當然是一張床 這張床其實也很長身 我這麼小顆當然是夠了 我想大家身高比我高大的朋友都不會有甚麼投訴 而且其實相當中是寬敞的 不會說好像梗死了,兩輪都不會掉下去 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很齊全的功能鍵 可以讓你調校到冷氣、溫度 然後就是... 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很齊全功能鍵 包括冷氣、收音機、天窗開關、氣氛燈開關 一應俱全都給你了 日難人靜時自己輕鬆一下也沒有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上架床 如果你同事有時要長久一點的旅程 例如回大陸工作的話 中途很累想休息一下 開完上面這架床 兩個人都可以一起休息一下 好了,上架床如何開啟的呢 其實大家看到左右兩邊其實有一個按鈕 但一個人是不行的 因為左手邊有人幫 好了,大家一起按鈕 上架床可以很方便地躺下 之後,量一下手勢 就可以很容易上到來 其實很方便的,我誇張了 就可以輕輕鬆鬆,大家一起休息 有床,當然要有雪櫃才有享受 雪櫃就在這裏 儲物的空間容量都很大 可樂、啤酒、食物、什麼都可以 有雪櫃之外,如果有些東西就不用冷 不需要雪櫃就有另一個櫃給你 可以讓你擺放其他物件都可以 所以它在儲物方面,真的不用擔心 來到這庫架,都是有東西玩的 哇,一張餐桌給你了 下班吃飯,或者吃午餐都沒有問題 你想吃得朝夕,當然要坐得舒適 這張座椅真的很舒服 其實坐了這麼久,我真的不想走開 它經常用鏡皮,大意的墊也是鏡皮 腰部、腰部、腰部都是鏡皮 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按鈕可以讓你夾緊、放鬆 現在夾緊,現在放鬆 大家也會看到,它的牌子寫著 Edition 1 1 of 400 原因是這輛Edition 1 全球限量只有 400 部 我們正在試駕這輛是其中之一部 所以就有名牌寫著 平時去到下午,大家可能已經長途不適地行車 有點累了,下午想眠一眠 但又不想讓外面的太陽曬著 剛才不是說這輛簾嗎? 這輛簾其實可以完全遮蔽 遮蔽後,連天窗也有個掩子可以關閉 令整輛車的環境比較嚇人 休息也休息得舒服一點 延遮蔽後, thanks to God illa Cannon 1 火鍋 鑿环 聖 assumes 是 好